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寶寶,我們已經站了這麼久了 不如我們現在去吃宵夜之後再去看午夜場吧 好啊,反正今天去完郊外的地方 吸收完新鮮的空氣 今晚零射精神 不如現在走吧 為什麼會這樣? 剛才的車子還好地地 還打算跟寶寶去吃宵夜 車子又沒事給他,現在又這麼晚 四處鬼影也沒有,哪裡都不用去 寶寶,我想我們要叫拖車才能搞定 否則我們今晚就要在這裡餵蚊 你這樣嗎? 爆胎很小事 要不要動一點就叫拖車 現在晚上的車房都關閉了 你拖車去哪裡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公司都提供 24小時的舊車服務 可以出勤舊車 我以前也試過 你這輛車這樣的情況 叫舊車服務來補胎 很快就到了 叫,不信你打電話去試一下 蛤?有這樣的服務嗎? 好,我先打電話去試一下 搞定,他說二十分鐘就到了 搞定之後我們又可以繼續行程 幹什麼?剛才不是很灰的嗎?現在翻山了? 我告訴你 24小時舊車服務 不是只有補胎 最常見的 還有更換電池服務 還有過乾龍撻車 那就不怕荒生的靈 沒有人幫忙 還有 就算這條胎爛到補不到 他們也有辦法搞定 只要叫車的時候 說清楚駕車的情況 甚至拍照給他們評估 有些公司還有借用胎輪的服務 準備好合適的胎輪 即時裝上你的車 你那個爛掉的舊輪 和原裝輪 它都會幫你帶走 第二天 先去店舖 慢慢選一條新的胎 和交還借用的胎輪 完全不怕影響約好的行程 師傅 麻煩你幫我看看 這輛車是不是爆了胎 胎補不補到 我們還趕著去看午夜場 哦 爆胎而已 很簡單 你們先看看風景 我十分鐘左右 要幫你補好了 嘩 那些衣服真的很齊全 好 搞定了 都說很快搞定了 還快點給錢趕著去看午夜場 你都遇到這些拋樓的情況 立刻記得以下的連結 OpenCar有24小時舊車專頁 總有一間會幫到你 靈泉 暗子 你 奔名